冯太太穿着工装,灰头土脸的在工厂里忙碌,场子的发展全靠她苦苦支撑。 冯玉假装在外面应酬,打扮得光鲜亮丽,其实是在和她的宝约会。 谢金宝年轻漂亮,温柔体贴,冯玉在她身上感受到了爱情的热烈,冯玉为了养着谢金宝,不惜铤而走险,在场子的进货渠道上做文章。 冯太太辛苦经营场子,冯玉却用妻子的血汗钱,背地里给第三者买奢侈品包包。 夜内的合作伙伴都知道冯玉在外面的丑事,但没有一个人告诉冯太太,就连正直的许半夏都帮着冯玉打掩护。 生意场上没有真正的朋友,许半夏帮冯玉遮掩婚爱情,主要有三个原因。 一是感情问题,毕竟是冯玉的家世,许半夏作为外人,没必要插手。 二是冯玉这个人还算仗义,许半夏还需要冯玉的帮扶。 三是冯太太在工厂,有绝对的话语权,许半夏如果随便扯下两人婚姻的遮羞布,得罪的不仅仅是冯玉,还有冯太太。 即便外人不说,精明能干的冯太太,也早就觉察到冯玉有了外心,后来冯玉干脆不避讳,在家里照样和谢金宝打电话诉说思念之情。 冯太太忍无可忍,终于提出了离婚。 武剑社虚情假意地劝两人为了孩子要慎重,唯有许半夏说他支持冯太太的决定。 冯太太感激地拉着许半夏的手,说自己实在忍不下去了,这个婚事非离不可了,冯玉长输了一口气。 冯玉如愿离开了糟糠之期,和谢金宝光明正大的开始出双入队,他还特意把谢金宝介绍给了生意场上的朋友。 许半夏瞧不上谢金宝,一个不入流的第三者,永远要背负着自己的肮脏过往。 风吹半夏,剧中冯玉娶了谢金宝,婚礼上的不祥之兆让冯玉心里很不痛快,他还不知道谢金宝为了上位,算计得有多狠,冯玉的灾难还在后面。 总有一天,冯玉会明白,背叛前妻,是他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误。 谢金宝的野心 谢金宝和冯玉谈恋爱的时候,就将冯玉哄得神魂颠倒,冯玉为了他,什么都可以抛弃,他曾经对许半夏说过,我现在每天不见到他,我心里就跟着了伙似的。 只有看到他,我心里才踏实,我现在才明白,这就是爱情。 冯太太对冯玉越是不满,谢金宝就越是对冯玉百依百顺,在冯玉眼里,这两个女人差距太明显,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。 冯玉花几十万给谢金宝买奢侈品,谢金宝得到这些好处仍然不满足,他盯上的是冯玉的工厂和他的全部家的。 谢金宝不甘心做冯玉的情人,他要成为他名媒正娶的夫人,做工厂的老板娘,利用冯玉抬高自己的阶层。 冯玉工厂资金出现周转困难,谢金宝卖掉了奢侈品,再加上自己的积蓄,给了冯玉一张银行卡,里面有19.5万,冯玉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冯玉以为谢金宝对他是真爱,不是涂他的钱,更加坚定了要取谢金宝的念头。 冯玉还不知道谢金宝不是不图钱,而是舍小钱图大钱,他看中了冯玉的条件,于是做了这样一笔投资,他知道冯玉回报给他的会更多。 冯玉和冯太太离婚,冯太太带走了积蓄,把工厂留给了冯玉,谢金宝迫不及待就入主了工厂,成为了新的老板娘。 谢金宝上任后,先过了一把当官的瘾,开除了一批老员工,他给出的理由是,他们顶撞了他,不服从他的管理。 要知道,这些老员工都是工厂的技术骨干,开除了他们的后果不堪设想,谢金宝任意妄为,冯玉焦头烂螺,想让他安心做个花亭,他却要当许半夏,成为许半夏那样的女强人。 谢金宝没有能力,野心却不小,工厂在冯玉和谢金宝的折腾下,很快就出现了危机,冯玉分身乏术,想卖掉工厂,丈母娘却突然跑过来,递冯玉赶紧操办婚礼。 冯玉说给他一段时间,让他把工厂的事情解决掉,他会给谢金宝一个隆重的婚礼。 丈母娘不依不饶,在工厂里又哭又闹,丈母娘说,我们姑娘也是黄花大闺女啊,她现在名不正言不顺的。 你这厂子,谁把他当老板娘了? 冯玉没办法,只能硬着头皮和谢金宝办了婚礼。 婚宴上很多客人来了之后很快就走了,一方面是因为冯玉二婚,娶了第三者,这样的婚礼不算光彩。 另一方面是,工厂以前一直有冯太太掌管,合作伙伴只认冯太太,不认冯玉。 丈母娘看着婚宴上客人寥寥无几,他们连留下来喝杯酒都不愿意,丈母娘气得掀了桌子,婚礼成了一桩闹剧。 武建设提醒冯玉,丈母娘和新媳妇都不是省油的灯,让冯玉小心提防。 冯玉很委屈,她自言自语,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? 谢金宝母女都不是好对付的角色,谢金宝一心想当老板娘,冯玉早就掉进了她精心设计的陷阱里。 谢金宝嫁给她另有所图,冯太太才是真心爱冯玉的女人,冯玉弄丢了好女人而不自知,真的可恨也可悲。 冯太太的下嫁 冯太太年轻的时候,看上了冯玉一表人才,嫁给了冯玉,还把娘家的工厂陪嫁了过来。 傅家女无怨无悔嫁给了穷小子,冯玉靠着老丈人的工厂发家,有钱后却翻脸不认人,和谢金宝打得火热。 冯太太守着无碍无信的婚姻,对冯玉彻底绝望,她变得暴躁,强势,不尽人情,冯玉就更加厌恶她,说自己娶她是当初懵懂无知,两人没有爱情,稀里糊涂就结了婚。 冯太太无奈发问,那什么是爱情? 冯玉没有想过,冯太太身上不再有女人味,不是她生来就有男子气概,而是她被冯玉逼到了绝境。 冯玉没有管理才能,冯太太只能亲自下工厂,她冒着油烟和噪音工作,不可能像谢金宝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。 冯太太不修蝙蝠,大嗓门,脾气暴躁,这些冯玉讨厌的缺点,全是冯玉有闲钱给谢金宝买包的来源。 冯太太劝许办下,如果有人劝你结婚,你千万别听她的。 女人一老就丑了,一丑就让人讨厌,让人讨厌,还不如自己待着。 细思,风吹半下,剧中冯太太这句话,全是对无爱婚姻的抱怨,冯玉的嫌弃,成为了冯太太心里的一根刺。 冯太太给过贫玉机会,可贫玉不知悔改,得了好处还觉得自己承受了太大的压力,她没有看到妻子的付出,只看到了妻子的丑态,她甚至说,挣多少钱算是够啊。 随遇而安吧。 冯玉对钱没有追求,是因为有妻子在背后帮她撑起了工厂,她以为卖了工厂,她和谢金宝就能闲云野鹤,做一对无欲无求的夫妻。 天真的冯玉还不知道,谢金宝这种女人,是不可能安心陪她柴米油盐的,她一旦没了钱,谢金宝就会露出真面目。 冯太太对冯玉仁至义尽,就连离婚,也是选择了在工厂效益最好的时候,和冯玉分了家。 冯太太没有让冯玉净身出户,还把厂子留给了冯玉,她做到了好聚好散,也做到了体面和互不亏欠。 冯太太说,我们以前没有钱,只有债,不敢离,我也不能离。 现在我们有钱了,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,指不定每天刚嫁又跌了,我想离都离不成。 冯玉无忧无虑地和谢金宝谈恋爱,冯太太却承受着工厂经营的巨大压力,但凡冯玉对家庭多些责任感,冯太太就不会如此担惊受怕。 冯玉的愚蠢 风吹半下,冯玉原本的生活,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,妻子聪明能干,把工厂打理得井井有条,正赶上钢架回暖,日子蒸蒸日上。 冯玉却离婚并火速二婚,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,连舞剑舍都说冯玉不该瞎折腾。 有些人就是生活过得太安逸了,总想给自己找刺激,可人生不是游戏,没有重新再玩一局的机会, 为了所谓的激情,毁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,连累事业走下坡路,真的太不值得了。 中年男人背叛婚姻,大多都是因为一个原因,婚姻没有了新鲜感。 他们以为换一个女人,生活就会变得不同,其实他们不懂,婚姻是需要经营的,新鲜感也是可以培养的。 没有经营婚姻能力的人,离婚再婚还是一样的结果,再热烈的爱情,都要归于平淡,新的婚姻照样会变成一地鸡毛。 有段话说得很好,婚姻是夫妻一辈子的事业,要付出努力去经营。 婚姻正是在夫妻携手跨越一次又一次的难堪之后,才越发丰富有内涵,才越发显现白头到老的弥足珍贵,婚姻也才散发出她真正的魅力。 没有了冯太太的掌舵,冯玉的工厂根本维持不下去,谢金宝母女却阻挠冯玉卖场,他们虚荣地以为手里有厂子,就成了风光的人上人。 没有能力,却贪恋高位,谢金宝注定会把冯玉拖向深渊,到时候婷玉就会明白,她痴迷的爱情有多可笑,离开前妻才是她最愚蠢的决定。